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四节的大香港早晨 这一节就讲讲台湾 台湾就好像灭顶行动成功了 是不是初步的阶段成城 讲讲发生什么事 在今年 过了几天 今年元旦 台湾的康师傅 会解散 康师傅控股 康师傅的董事刘过虹 就会担任清算日 就会结束台湾康师傅的营运 正式代表了康师傅 就退出台湾市场 就应该再没有台湾的康师傅 就应该只有大陆康师傅 所以最后董事会就决议 在2017年的1月1日 就正式解散了 就撤出台湾市场 可以这么说 那说回灭顶行动的原油 事源是几年 2014年 当时就是说台湾最主要 就是出现了黑心油的事件 当时涉及了很多公司 当中包括刚刚提到的康师傅 也即是说是鼎身集团 所以从而后来都引伸了一些 一连串的抵制鼎身的行动 当时也有说到 台湾的人想要抵制他 为了抵制他倒闭为止 而刚刚出了康师傅 台湾部分就结业了 那只是康师傅而已 不是鼎身集团 还不是 就着鼎身集团 一连串的灭顶行动 就发起了 就着鼎身集团旗下的多个食品公司 都进行抵制行动的追击 譬如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就是淋风景 就是秒买秒退的行动 那这个 然后现在 现在 现阶段来说 可不可以说是这个灭顶行动 可以说是取得成果呢 就是叫做令到康师傅撤出台湾呢 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老虎蟹也先说了 就是有点胜利的 那这个态度就很不对 就跟我们刚刚那一节就相反了 就是刚刚那一节 刚刚那一节就说 不要胡说是世界第一 那这个世界都是输大赢要 不是 那看回康师傅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先 我觉得都 有关联的 必然是有关联的 那因为 就 因为 虽然不是 不是一个全面的成功 但是 的而且确 由这个黑心油事件 到全台湾发起这个抵制行动 事实上 对于鼎申集团 对于康师傅 都是带来了一个这样的 有一定的伤害 那讲讲压力的情况 那我们先讲钱 就是根据台湾报章的报道 其实 康师傅在他的股价的市值 其实最高峰值在2011年 甚至在香港上市 也是恒生成分股 当时一度冲破14亿港币 那就是那一年成为了港股 恒生成分股的其中一只 当然 但是去到2014年起 不知道是否关于黑心油事件 直接所拖累或者影响 康师傅开始走下坡 截到去年2016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康师傅的市值 由刚才所说的14亿港币 就跌到只有528亿3500万港币 那五年内就跌了超过六成的市值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 会不会是直接引致到 在17年的元旦康师傅正式解散呢 我想这个原因都挺大 但是你说 那个盈利的缩减 这么大幅的缩减 是否和灭顶行动有关呢 那就先打碎了 那顶身集团也很庞大的 所以如果要全面去消灭它 也很困难 因为那时候也有些潑冷水的说法 顶身这么大 而且主要又不是靠你台湾 是靠大陆的市场 但是把康师傅赶出台湾都是一个 一个标志 一个好的 起码是一个好的 成果 信号 起码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这个关于抵制 这方面呢 事实上台湾人是比较有 有决心去做的 先不讲就是说 可不可以纯粹拿康师傅赶出台湾来打飞机 先不讲这个层面 起码就是事实上 整个灭顶行动 的确是由黑心游事件开始 是有个韧力在那儿的 是有个韧力在那儿的 是持续地去进行的 而且也都做了持续有一些 有Lois的行动 是做了出来的 虽然我们经常说 你其实是一个 当然不能够 百分百去对比香港和台湾的情况 始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就是 因为最不同的情况就是 台湾是一个有民主选举的地方 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选举的地方 在一个有没有民主选举机制的分别之下 民情的力量 或者是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它的程度当然是差很远的 那也不是单单就是说 你有没有票去显现你的力量 而是 当你没有得去换政府 没有得去换 没有任何的渠道去表达 或者去参与政府换界的话 那么自必然 人民对于社会很多的大事态 它的参与度 或者是归属感 或者认同感 或者所谓的关不关我事 始终的距离 就会 心理上的距离 始终就有一定的距离 就会软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民社会的很多的行动 都需要走向激烈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不去到激烈 你不觉得那件事情 是真正的伤害到对方 或者是真正能够令到对方去重视 但是激烈行动 激烈的社会运动 在过去的一年 也遭受了很沉重的打击 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些无聊的事情 就是本土派分裂 本土派招牌被挽难 各样的事情 民间的力量溃散 雨傘的失败 毒灰 那些事情 详情买雨傘的失败 那我们是需要在一些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地方去做起 所以其实我是主张 有一个抵制的文化出现 在香港 我是主张大家 要善用自己消费者的力量 因为那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如果你能够通过消费的力量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齐心一致 去做一件事 然后去做到一个效果出来 Let's say 就算是只不过针对着黄晶的烂片 举例 因为当日我们也发起了这样的行动 但因为当日也臨近新年 然后也出现了旺角事件 然后没有一件事 没有质疑中 然后社会状态又变化得很大 回头说回 为什么我会鼓励这种做法呢 其实那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先由 即是好像教小孩 你知道香港人很笨 你要由一些很微小的东西 去教育他 就是你要告诉他 即是像小孩那样 你承着他的手 告诉他 拿了一件事 然后摆在那个位置 咦? 那就是承好一些东西 那他才慢慢会觉得 他首先要有一个 原来我能够做到的 这样的认知 他才会逐步逐步去做多一点 那变成要由一些位置去做 例如就是 例如就是 原来你不去支持一件事 原来我们大家一起都不去买那样东西 那原来他就会死的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公民教育就是 其实放属于政权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的 或者也不是我经常都说的 就是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 任何的政权都是通过人民授权而建立的 包括极权政府都是得到人民授权的 只不过授权方法不是通过选票而已 那个授权方法可能是通过一种默许 可能是通过恐惧 可能是通过莫不关心 可能是通过你自己放弃 参与不理 好了 你要是一个 你以为 政府怎样都不关我事 但其实他底里是关你事的 因为 如果大家都不授权给他的话 他就没办法运作 但是这件事是 知道一件事和明白一件事 是两个范畴的事情 就是 你 我知道是这样的 我知道地球是圆的 那没有人会走一次的 对不对 没有人会画一条线 下一次 是的 回到这里 真的 知道和明白 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你要推动到大众 或者推动到人民去明白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一个体验给他 一定要有一个体会给他 我们经常说 人民的力量 或者是民间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很巨大的 就是这样的 你到底是只有港字 你始终一定有一些实例 有一些经验 令他觉得 是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地方去做起 你没有选票 你没有一些监察的渠道 或者是坦克的渠道 可以威胁到一个政权的存在 那么你尝试去找一些小的东西 譬如是商家 譬如是 甚至乎是一些 雜誌 报纸 或者是电视台 这样的 你体现了你 那个 民众的 参与 或者是不参与 能够对他带来的影响是多少 那这个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就是 那个教育的过程是很荒谬的 就是 是不是我都说是有用的 那你首先要令到大家觉得 是的 我真的有用 那所以 就要有那个文化在这里 但是无奈就是 香港很难去 去做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 集团式经营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你说 但是这些商家 其实很多的 那譬如 譬如 很久之前我已经说了 集团不买楼 的楼市经济一定会倒下 是不是 如果大家一起不买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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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刚刚 我们有主持有买楼 这个 这个 等一下才会告诉你 不是 都是那些东西 但是 就是很多 就是这个规模很巨大 就是譬如你说 要推倒地产霸卷 那样 其实原理就是 大家都不买楼他一定会倒下 但是 但是 那个规模太大了 那个规模很大 那好了 可不可以缩小的规模来做呢 那样 都难的 那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大家不相信 还有就是有一种很犬鱼的想法就是 都是没用的 都是没用的 又或者很乡怨的想法就是 那做生意而已 那不是的 很多东西扣连出来 整个社会巨大的邪恶 是有很多部分去逻辑出来的 那所谓的 之所以会巨大 所以会 所以会邪恶 又或者 所以会 是如此 极恶的势力 其实是有很多环节 环环紧扣 但是 无论多么庞大的东西 你都是有一些地方 去动摇他 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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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螺丝也好 又或者是一个 那些主力场也好 你要摸摸一层楼 你想象中好像很难 但是其实你在某一个流程里面 去摸摸他一个主力场 他其实就会摸摸了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去发掘 有没有去试试 或者你能否相信这件事情 那 构成相信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但是 但是 台湾 为什么我说 康师傅退出 这个台湾市场 他未必象征着整个灭顶行动 是等于成功 但是他就做到这一层教育意义出来 就是 告诉大家 你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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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力量 或者你的抵制 或者你的态度 是会令到社会 是起到变化的 那这一点很重要的 这一点才会令到他们觉得 就是说 果然这个社会是我有份的 那这个社会是我有份的 我动摇到它 我动摇到它 这个社会才值得我关心的 不然我怎么看他也是这样的 那他就不会关心的 从而就不会去监察 也不会去为所有的事件发生 甚至乎他不会为他建设 不会去思考 就是说 我做一件事 无论我做自己的工作 我做自己的工作 除了为自己赚钱之外 也是为社会出一份力 那如果你觉得社会是不关你的事 你甚至乎在这方面 不要只是说监察的力量 谈吐的力量 是连建设的力量都会失去的 那所以 那不只是单纯就是说 搞破坏 而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去教育大家 社会你是有份的 这个地方你是有份的 这个国家你是有份的 那这个是很困难的 要做的 但是 台湾就做到了 那台湾做到 又歪歪说回 就不是说 是否台湾比较好 基因比较好 那如果 在台湾来说可能是 但是 其实整个环境不同 那都是很多客观因素 比如 有民主选举就已经很不同 或者他不懂这个 他还有很多选择 这个很客观的因素 但是譬如另一件事 譬如 麦当劳就难搞 麦当劳 看看有没有其他24小时开 我们四五点起床 找早餐 找些热的有点吃力 不是先不讲这个 比如你说民主选举 或者一个政府授权 那样东西 你觉得公民有份参与 作为一个市民 你有参与一个社会的部分 但是 我觉得 不只是这样 譬如说 整个社会 比如说 授权 或者所谓的认受性 你就算放在香港 是不是不只是在说一个很公式 很有法规之下 授权给谁做些什么 香港差不多完全没有了这个 你从立法会看 或者其他政府架构部门 你可能知道香港没有民主 但是 有些事情 其实 你之前说过 有些事情 大家集体相信这件事 其实是政府力量都做不到的 你说的就是 譬如是圍村小炮掌 和打牌 就是大家新年聚倒 那些 那是民众的力量产生出来 或者 或者 禮拜日的中环是属于福利根人 其实是一个聚集出来的力量 然后大家共识了 假设没有一个更庞大的力量在这里 在制肘 或者大家都形成了一种的意识在这里 其实那些是力量来的 虽然你可以说 那个是政权或者管治者容许之下发生的 但是如果没有聚集的力量 也都会发生不了恋事 所以始终叫别人不去做一件事 都是困難的 所以是 都是可以說吃大麻 那容易 容易凝聚群眾的力量 傳播性又高 用O字傳E字 還有感染力 大家有誘因去做 那是爽 其實 吃大麻是一個笑話 但不完全是一個笑話 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 很多時候 我們社會行動做的事情 都是很叫大家 去付出 去撫行 或者是 你付出一些事情 身體力行出來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放棄一些事情 你不看馬套戲 不用馬套 不要去做某些公款 都是要有一個 sacrify 而 叫香港人去犧牲 實在是太難了 始終是要 這個都是香港人的雜性問題 始終要有些事情 是要鼓勵他們去 去玩 去歡愉 去過癮 從而帶來一個 其實是燒炮獎 和放煙花 和打麻將 其實都是類似的事情 真的很有趣 他們說不行 真的是我們村子的風俗 可能要找一個地方 開始要有一個 大麻 我想原來沒想到 就河套區 一個 小的城 一個河套區 在大麻城 就很厲害了 做一些科研 大麻的科研 就很厲害了 農業 你發展農業 那麼 台灣做得好 希望我們香港都可以想到 或者是找到一些 的勝利出來 現在很需要勝利 但是暫時還沒發掘到 嘗試去思考一下 大家一起去發掘一下 好 那就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 大致是這樣 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那 買勵士風和買月曆 買勵士風 沒有擺出來的 買勵士風和買月曆 都這樣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晚一點國立大台再見 拜拜